哈囉大家好我是丁丁 韓版天堂M在魔劍式改版的時候 推出了全新的商城飾品 生命之石催化劑 生命之石催化劑有分為三個屬性 力量敏捷還有智力 他的物品欄位在龍之水晶的右邊多出一個格子 那這個商城飾品他可以使用催化劑強化卷進行強化 另外一個這個叫做生命之石 生命之石可以進行催化劑的二階段進攻 然後在這次出來之後 大家其實很好奇他的價格到底是列在哪個區間的 還有他的安定值又是多少 他的禮包一開始有這一個 4000鑽的催化劑組合包 裡面一箱 可以獲得30個催化劑選擇箱 然後每個帳號每個月可以買64 30x6就是180 然後再來看一下這邊有 單顆販售是240鑽 11顆一組販售是2400鑽 裡面你開起來之後會獲得 立敏制三種自選的催化劑 外加8個催化劑強化卷軸 然後這一次更新之後也同步推出了保底 9個催化劑盒子可以兌換一個加3保底的催化劑 180個催化劑盒子可以兌換一個加5的保底催化劑 這180個保底的金額大概就是跟上面4000鑽買滿6個一樣 就是24000鑽保底一個加5催化劑 然後這次的催化劑屬性也相當的逆天 他是天堂M目前開放到現在 少數有%屬性的能力 這樣只要加5的催化劑就可以獲得力量敏捷還有智力加5%的屬性 加7之後還會額外獲得暈命加5%的屬性 法式就是恐懼命中加5%到加8頂點的時候就會有加15%的額外屬性 因為他是安定值0的飾品所以未來也很有可能會出現祝福合成的功能 那至於這個催化劑出來之後到底好不好充呢 我們就等韓版改版後看韓版的課獎充給我們看吧 好啦我是丁丁這支影片就到這裡 我們期待下一支影片再相會 掰掰 我們下支影片